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的主角汪洋女士在过去的四年一直致力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而当您了解到她为此付出的努力时 就会更加感到钦佩和感动 2020年2月份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 加拿大社会对于亚裔的歧视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汪洋女士站了出来 接受主流媒体的采访 坚决反击种族主义的行为 并阐述了华人社区为此做出的努力 在2009年的时候看过一篇文章 当时就是这个文章就是在讲亚裔美国人 是考场上的霸主 社会上的纸老虎 所以就是写出了很多亚裔的困境 你怎么样就是打破这种成就的印象 怎么样克服自身的这种文化语言障碍 能够就是不被边缘化 就是成为主流的一部分 就是为这个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而且让自己的声音更能够被听到 有更多平等的机会 我觉得这是我们亚裔可能一直以来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 汪洋来自安徽同城 目前与两个孩子住在释迦堡 他在运作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俱乐部 我们有过多次联络 直到后来才发现他原来是一位盲人 这个视力是叫视网膜色素变性 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就是眼底的视觉细胞 它会渐渐失去功能 所以你就会越往后 你的视力损失的就越多 我是从2011年开始使用盲障的 在那之前 我可以骑车呀 就是可以干任何事情啊 我在大学里都是排球队的 就是我会做很多运动 那渐渐的这个视力越来越差 我在20 差不多2013年左右的时候 就开始停止就是使用计算机了 因为那时候 在那之前我都是还用视力上网啊什么 但在那之后我就停了很长一段时间 换作他人可能会为此自暴自弃 但是汪洋坦然地接受了现实 他开始学习读评软件等自助工具 让自己振作起来 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 继续照顾自己的家庭 就是我 可能我现在习惯了吧 所以我没觉得他对我的生活有多么大的影响 因为你最主要的是跟别人的交往嘛 跟这个世界打交道 是吧 这都不影响 但是你要细想起来 那就你可能需要做一些调整 就是你需要去学一些新的东西 就比如说读评软件 包括像这种手机 我的操作跟就是别人的操作是不一样的 你需要去学习 视力的障碍并没有阻止汪洋投身社会活动 他在2016年开始发起公益活动 旨在帮助移民融入新的国度 让各个族裔在这里分享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喜怒哀乐 因为感觉这里就是跟我们国内的有比较大的不同 那我们作为移民应该入乡随俗 就是而且你知道了这个俗以后 你不但是能跟别人 就是以别人接受的方式跟人交往 而且呢 就是你能够更加融入了以后 就是能够把自己传统中就是很美好的一面 带出来让别人接受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双向的过程 那我们需要学习 所以我们就就是组织了这个学东西俱乐部 开始学习这些方面的东西 也渐渐地开始呢 邀请当地人过来和我们进行对话 我叫他East and West Dialogue 汪洋的想法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自愿者们轮流提供活动场地 不同背景的演讲嘉宾也都愿意贡献业余时间 在短短四年的时间里 他们开展了120多次的公益活动 17年4月的时候我们获得了 就是TDSB一间小学的支持 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的staff room借给我们 就是我们可以免费地使用他们 那在school year的时候 我们就每个星期都去聚会一次 我们的聚会多半是以英语进行的 所以我们希望是能够锻炼 就这种用英语发言的能力 就大家能够在宽敞的这个会议室 自由地用英语表达思想 那么我认识汪洋大概是三年前了 当时我是在做一个讲座上认识他的 他听过我的讲座之后呢 有意就是让我加入到 他们的这个组织里头 那么后来我也去参加了他们组织 给他们组织有做过这方面的讲座 汪洋在我的印象中 他是非常乐意帮助人的一个人 那么从他的在这个组织活动上 在帮助别人这方面呢 真的是让我感到非常感动 那么我也愿意就是帮助他 能够把这个组织往大力发展一下 或者是让更多的人了解 汪洋的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 志同道合的朋友 大家行动起来 成立了正式的非盈利机构 让活动组织更为规范和细致 有一些非常好的合作伙伴加进来 所以现在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 就是非常有活力的一个团队 那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 有的是在金融领域 有的是在法律领域 有的是那个工程师 有的是知乎上的名誉博主 有那个负责多元文化的景观 也有西人社区的一个非常有杰出领导力的一个主席 俱乐部活动引起了主流机构的关注 他们追踪拍摄了汪洋的生活 探讨弱势群体如何在职场上赢得尊重 为此汪洋还加入了一家大型连锁超市 这次的工作经历 也让他对多元文化有了更深的思考 所以在他们的人力资源部门 在这个多元文化 就是Diversity and Inclusion Division 给他们就是写公司故事呀 给他们做这个D&I的项目调研 评估这个工作 对我在那里的工作 我觉得还是很愉快的 因为就是首先我能胜任 觉得而且这些工作很有意思 而且就是跟公司同事 就是相处的也很愉快 所以我的经理 我在就是离职的时候 我的经理就是给我要评估嘛 那他就说 你非常就是自己本人非常inclusive 就是会对我的客户 就是内部的客户 我的同事 我对他们就是 就是有一种非常开放包容的态度 然后就是能够很快赢得 大家的信任和喜爱这样 2020年因为疫情 他们无法再坚持现场的对话 于是被迫转到线上进行 这个举动反而促使更多的会员 加入进来 也减轻了汪洋 在事务性工作的压力 有非常丰富多彩的活动 有那种西方经典文学的读书会 有这种英语不尬聊的这种英语绘画 有这种IGO的藏品的这种对话 然后也有诗歌的工作坊 有科学讲座 我们三月份还请来了两位在黑人社区 就是非常有名望的两位加拿大的黑人 来跟我们进行东西对话 就这些活动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虽然需要克服比常人更多更大的困难 汪洋依然对自己的这份公益事业满怀信心 而这份热忱也感动了他身边的每一个人 是就是有一个氛围 就是推动这个社会向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 所以就是对于残疾人 这个是好的 但是就是人们心 就是心里的一些比较根深蒂固的印象 或者说恐惧 可能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打破的 就是需要我们去实际给别人展示 就是你能做什么 因为他会觉得我不知道你能做什么 所以我们成立这个组织 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 通过提升自己的素养 通过提升自己的交流技能 然后也通过积极地参与社会 就是我们鼓励大家去做志愿者 为社区或者来为我们俱乐部做志愿者 我们能够就是你能够发挥更大的影响 把自己的这个才能能够拿出来 跟大家分享 在任何社会当中 公民责任感和主人翁精神 都是最宝贵的财富之一 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华人同胞 能够加入到汪洋的学东西俱乐部中来 为社区的多元化做出贡献 感谢收看我们的节目 也希望今天的节目 陪您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 欢迎您打开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电视台的微信号 了解更多精彩的节目 祝各位观众朋友生活愉快 我们下周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